韋汉刚刚讲到一个关键人物 这个就是林非凡 为什么 他在当时 他就是直接负责督导的那个傅秘 昨天才被赖清德举起手 征召他选立委 所以我们就说了 这件事情 加上之前的李正浩的风暴 现在卷起一个共办效应 今天大家在讨论 这个会怎么伤到赖清德 他在定于一尊的党内威信 政治跟选情是瞬息万变 在三月南投二选区 民进党胜选的时候 民进党士气大胜 那这个赖清德主席 话说也给党都听他的 可是现在已经进到六月了 俊阳哥刚刚在讲 昨天才拉起谁的手 林非凡 当然中间隔着两个人 昨天才正召林非凡 给他几段出来跟大家解释 为什么你过去当庇部长 没有接触这位女党工 对不对 第二个 跟他拉起手来的 一个一个 除了要被质疑之外 可能还要被劝退 李正浩现在目前状况 我们已经谈了快一个礼拜了 没有解决 而且联署说 希望他能够之所进退的人 已经到788 那观众朋友 这两个层次 联署是希望直接换掉他 但之所进退是什么 是这两天媒体高层 民进党的媒体高层 他不具名 具名也没看 媒体来询问的时候 讲说 这状况看起来 尤其我们今天又讲 又出了姓平事件的时候 那如果你被攻击 同一个点 有没有 刚刚所讲的 林楚英 李燕荣出来讲说 这个许家田 他停止调查 李燕荣就公开反对 李正浩 他认为说 我当现在目前 姓平部的主任 我反对 民进党里面有很多年轻的 女性的从政的 这些同事都反对 那怎么办呢 谁把郑浩的手举起来 说要征召她的 赖清德啊 对啊 那女性的再差一周而已 十天不够 现在如果说 赖清德跑出来讲说 不然郑浩 那好不然你就不要了 也不好看 所以现在变成是 已经透过 民进党不具名的高层 告诉媒体 希望你之所进退 那怎么办 就会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民主提名这些人 刚所讲这个林非凡 对不对 旁边是谁 吴佩义 吴佩义很好啊 总政王法不是很努力吗 但问题是 吴佩义原本这一区有谁 鸡排妹 郑家纯啊 好 那一个是已经征召了 现在居然有高层说 是不是你可以自己退 另外一个是说 我本来想征召 遇到重大反弹以后 现在没征召 那郑浩哥 那郑家纯要去选哪里 选金门 我给你带来 来来来来 我来带你吃饭 你到我家后坐下 饭呢 你请我来要选 结果现在没有去啦 因为宗正王还是胡佩义啊 那金盘还有这么好 和谐掉吗 所以啊 你现在要想办法说 头痛一已经征召了 怎么退 头痛二希望征召 找来的骑兵 重镜礼拼 动之以情的人 现在没位子 那我怎么办 那到时候要是翻脸 反过来骑兵怎么办 还有第三个就是 明明选将非常多 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提的 这个是王米生 他是文山区 台北市有个大安区 我告诉你简单讲 范云是大安区 简素培是大安区 谢沛分是大安区 还有苗博雅 战将如云 你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出来 现在民进党的 老一代的 年轻一代的 都在对赖清德提出不信任 你说信赖对不对 我就不信赖 你所提名的这三个方略 我刚讲三大危机 已经征召了 你可能想劝退不敢讲 没有征召的 你要安排他 第三个还有很多区都不能提 然后这个民主大联盟 跨世代跨党派 连吴宜农 因为他不选了 他没想到就敢说了 他批评 他这位民主大联盟 你超短线去找一些 跟民进党的 可能在理念上 不是那么相近人 直接征召他提名他了 他认为会伤害到党的形象 賴清德昨天以前不高兴 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了 因为今天光是 那个姓平事件 他就说要把你的这个脑门打开 接受新观念 我们提这些事 会让民进党能够跨党派 跨世代 那讲到这里 观众朋友 賴清德显然有一个dream 他希望我当党主席的时候 第一个我国会要过半 我总统要胜选 而且民进党要重新喜庆革面 已经不是小英的民进党 是我赖清德的 可是他起手势 他所找的针刀这些人 目前都让他受到一点伤 那今天6月1号 出了个这么大的事情 民进党受伤 也是侯友宜的总部成立 他就是 我给你讲嘛 哪里通都打哪里嘛 马上就针对这个姓平事件 讲说你看 那是名字姓賴 你连民进党那些事情 都可以搞成这样 所以侯友宜就赶快 去攻击赖清德 他必须要 因为国民党的这个 总统参许人嘛 不然现在都被柯文哲操车 怎么办呢 第二个呢 再把已经破掉的洞 补起来 到立法院的国民党 党团 提供 变长会 大家很不好意思 我还努力不夠 我还继续打拼 你们说的我都听到 那些都你说台大政治企业 我会去啦 先去政大 那金文我没去 我会报啦 所以他现在开始 跟党内赶快修复 你看站起来跟大家鞠躬 对 鞠躬超久了 是 他就要跟大家补破 好 那国民党立委也给他面子 尤其是 过去公开挺郭的陈玉珍 昨天也跟侯友宜握手 还握了好几十秒钟 他还跟陈玉珍握了这个手 你看这个画面 这一互动就太有戏了 对 所以你就知道了 陈玉珍虽然前一天还在金门 可是你看 陈玉珍还是 所以就叫顾全大局 我常跟大家讲 侯友宜他要去赶快拜会 对他有意见的人 马英九 陈冲毛治国 江一会 这种奇迹倒不是 为什么 他要跟郭台铭化解心结 他要争取韩国瑜的支持 国民党立委建议他 那你金门来得及去 对不对 没关系 你约韩国瑜两个人去金门 你就就透透了 对不对 所以他要去化解这些 他需要争取的人 像马英九 毛治国这些人 他们是党国思想嘛 你今天谁是国民党的这种参选 他就会挺谁了 重点在郭台铭 重点在韩国瑜 好 我们看到了 这一颗的民进党的性骚扰 痴案的风暴 赖清德超回答 6月1号侯友宜的竞选 工作室成立 剪刀枪 来 雪恩你怎么看 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这个是一连串的事件 就是显然赖清德 自以为的广招贤士 招贤纳判 因为他的眼界 跟他的幕僚团队 不够有社会意识的关系 所以剪到蓝里的 很多菜本身都有问题 再加上赖清德在党内 目前看起来是威信不够 不然如果威信够的话 怎么会对于他提的这些人 几乎每一个 从外界拉来的都有意见 所以赖清德的危机在于 你镇不住民进党的时候 你现在已经掌握了党机器 但是党机器不听你的话 接下来第一个该怎么办 第二个如果说到侯友宇这边的话 侯友宇的问题就是要赶快弥补 把所有过去没有做的功课 所有过去来不及做的事情 都要弥补起来 所以我一直以来的说法都是一样的 侯友宇千万不要再天真的以为 九月请假来得及 绝对来不及 你应该现在就请假 现在就去弥补 不然人家在金门都啪啪噪 媒体头版都占了一天两天了 你只能困在台北新北 这个在竞选来讲 战斗意志恐怕是不够 所以赖清德跟侯友宇 现在面对的都是各自不一样问题 一个是自家本证失火 一个是自家本证还没有安抚好 要看他们两个 接下来要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好 靳怡我们看到了 前一阵子就公布的最新民调 黄金交叉之后 侯友宇说 打个加拍子 他会更努力 今天进办也成立了 那柯P这边你怎么看 柯P之前 在金门的这个画面 大家可能有一些猜测 有一些想象 那可能大家对于他们两个坐在那边 有一些手啊 笔啊 这些的有一些对话啊 有一些自己自创的对白 不过我觉得他们两个的聊天内容 应该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种 什么谈合作啊 或者是真的要谈合作的话 应该不会坐在海边谈合作 所以我是觉得 真的其实 其实过去一直以来 当然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支持者 对于柯郭或者是 这样子的组合 当然大家会有一些期待跟想象 那我认为如果说 其实柯主席他的想法 是要来整合所有的这个第三势力的话 他希望可以整合一些 不同的声音跟不同意见的话 其实郭台铭在各种不同的合作上面 我们都可以来谈嘛 过去一直以来 我在节目上讲的都是一样 就是现在蓝跟绿 目前都还在平息自家人 里面的团结的问题是的时候 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 民众党现在如果定于一尊 然后努力往前走 其实民调会越来越高 好 柏仪怎么看 先讲我觉得民进党这次征召事件 不只打了赖清德一个巴掌 还凸显两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第一个凸显了赖清德刚愎自用 自以为是的个性 代表了赖清德在做决策之前 完全不跟基层沟通跟讨论 直接就做了 再第二个凸显出来了 赖清德的决策选非常小 任何的决策感觉起来 都是由赖清德或潘孟安 等少数几个人自行决定就好 所以才会造成这回民进党征召 这么离谱的事件 甚至是引发了绿营基层 强烈反弹的结果 所以这些都是赖清德 必须要解决跟正式的问题 但是我要说 民进党现在征召的危机过了吗 我认为完全没有 炸弹还没有完全拆完 第一个刚才有提到过 大安区市议员 到底是征召顺民党的苗博雅 还是征召绿营的自己人来参选 民党现在还没有做出决定 不敢做决定 第二个也是我觉得最好笑的就是 本来之前说要征召鸡牌妹 先把鸡牌妹感觉起 好像要丢到中正问华区 来参选市议员 结果没有 没有 没有结果呢 党部突然传出新的消息 那既然那个鸡牌妹 不去中正问华 那去哪里呢 去金门 这个对决 对决陈玉珍有看头 我真的觉得鸡牌妹真的够惨了 本岛没人要 丢到外岛去 好再问一下 假设外岛也不要怎么办 老实说这种做法 也是侮辱鸡牌妹 人家想要帮你忙 结果丢来丢去跟皮球一样 可是最严重还不是金牌妹 是李正浩最大的问题 因为李正浩的反弹 已经是从基层到党中央都压不住了 基层的人上书境界 希望换掉李正浩 将近八百个人 连民党里面的女性立委 范云等等的 都直接说这个人不行 最好笑的是 连小英男孩 吴云龙都发千字文批评 认为赖金德的做法 是非常不妥的 可问题是 李正浩是已经被提名了 他能够被撤换吗 如果真的把它撤换了 那我觉得后续问题非常的大 民党的征召政策 现在已经变成了 猪八戒赵金子 李万不是人 那赖清德的领导统议尊严 又何在 没错 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但是最后结果 就是伤了民进党自家人的心 以及让所有的人都看透 民党所有的政策 都只是话中取巧而已 根本就不是想要为 台湾来真的做事情 想为民众来服务 刚刚提到记忆牌面 其实有个位置蛮适合他 赖清德现在还没有副手 对不对 那不如就找这个 鸡排妹来当赖清德的副手 反正赖清德这么喜欢他 赖清德跟鸡排妹配 好像也是不错一个选择 其实赖清德这样 最大问题是什么 他没有一个征召标准 你有些地方 你可以用派空降的去 你有些地方 然后你就会 有人抗议之后 你就地方上拉一个议员上来 你的征召标准到底是什么 你搞得有点理外不是人 为什么这样讲 这个对赖清德来说 其实是两个伤点 第一个 你对内会变成不信任 不信赖 不甩赖 那对外呢 民进党该怎么反击 侯友宜或是柯文哲 我们有个着力点 因为我对内已经一团乱 我对外该怎么反击 所以现在变成说 赖清德现在领导危机 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那回过来来谈一下 侯友宜的目前状况 侯友宜看起来 目前从这两天的节奏来看 昨天拜访党团 那今天这个竞选办公室开张 看似起来慢慢 已经要走入一个节奏 选战节奏当中 但现在对侯友宜来说 其实刚刚也讲得很对 他现在不只要多交朋友 还要多学习 要学什么 要学柯文哲的空战 这个我是觉得侯友宜 必须要补强的一个地方 因为我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侯友宜上 他的人和现在慢慢地处理 那接下来其实选战 对选战来说 空战来 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那空战目前 三组候选的表现最好的 就是柯文哲 所以对侯友宜来说 如果你接下来要加强空战的话 其实可以多听听 大家的想法怎么样 你新北市也有民众党议员 你也可以去拜会一下 看看别人怎么想这一块的 那所以说再回过头来看说 侯友宜目前的情况 他现在前几天有民调说 他可能居于劣势 那我觉得说对侯友宜来说 现在就要开始要稳住民调 不要让这个民调 开始有点崩散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人和这个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可能就是 包括像刚刚提到的韩国瑜 或是郭台铭 这些都是你要结局拜访的项象 等人和之后呢 再加强你的空战 这对侯友宜来说 对接下来的民调 可能就有机会在网上爬升 邀请您一起加入 五期报新闻会员 跟郡相一起 哇 真 像